辛苦了 妈 我私自决定 给您物责了一家小店 甲方将位于 外贸购物中心八层 一号剪裁干洗店 免费授权给李玉珍女士 授权期限 终身 这个 很多来外贸购物的 顾客都反映说 商场里正催一家 可以修剪衣物 和干洗衣物的店 初夏经常穿您做的衣服 看得出来手艺很好 所以 希望您来帮我 静行啊 我知道你这么说 是为了顾忌我的自尊心 我真的很感动 但是这个店铺我不能收 为什么 你看啊 咱们俩家 本来相差就比较悬殊 如果这经济上还靠婆家 以后初夏会被外人看不起的 妈 一家人本就应该互相扶持 哪来那么多高低贵贱之分 可是这个 我承认 刚才确实有安慰您的成分 但我想让您帮忙的心意 也是真的 那 那要不这样 这个店铺的租金我出 租金免费 就当我入股您的小店 分虎骂了 您就让他对我温柔点就好 妈 妈 好了 你们这两个孩子真是活宝 妈 把这个签了吧 好 对了 小夏 妈妈想在店铺周边租一个房子 你回头帮妈妈找找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 远一点也没事 妈 妈 您就搬回来和我们住吧 好 好孩子 这是妈妈自尊心的最后底线 这样嘛 找房子的事情就交给我 我来解决 好 行 那今天就特批你 带妈妈逛一逛 结束后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谢谢老板 来 走吧 妈 带你去逛逛 喂 江小姐 唐总的声音好冷漠啊 我本来想跟你聊几句的 如果是私事的话 我并不觉得有内容 可以和江小姐聊 如果是合作方面的事 你可以直接联系 万贸的营销部 那如果是关于密初夏的呢 初夏 我刚听说密初夏 有段很精彩的绅士故事 如果你没空跟我聊 我憋着难受 那我就去找密初夏聊吧 你想做什么 我还有通告 晚上你来找我 我再告诉你 我还要